明天我所要申请的是要求高庭,吉隆坡高庭宣布选举官阻止我上证, 而且宣判我没有资格上证,这样的一个判决是错误的。 我们要吉隆坡高庭宣布我是一个合格的候选人。 除非法庭很明确地宣布说要不选或者取消选举, 还是把我的名字重新列回选民名册等等。 这些是我们还不知道法庭会去到哪里。 所以我也不敢说我们也不想做太大的假释,而超越法庭的职权。 我不相信有马来海啸,我不觉得没有这一回事。 我想,就好像上一届大选,我们强调不是华人海啸。 因为上一届大选,如果当然只是华人海啸的话,不可能在很多马来海啸里面会出来。 那么这一次也不可能是一个马来海啸。 它这个的所谓海啸或者是反风,我只能说这个是一个swing。 这个swing可能在马来社群里面幅度大过其他的族群。 我相信这个是真的。 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海啸。 海啸是什么意思呢? 以前我们可能在一些选区里面, 比如说周佛这种是武统的羌区。 马来票支持在野党的大概是10%到15%左右。 那么今天30%是双倍了。 但是周佛的华人是80%支持反对党的。 你如果把这个叫马来海啸是很奇怪吗? 因为马来票的支持率才30%多。 华人的票支持率是80%。 你叫这个是海啸? 不是吗? 这个是swing。 就是马来人swing了100%。 这个马来人的选民里面, 我们还有很高的potential, 还有很高的潜能去推动它,提高提升。 所以这个是马来人swing, 不是马来人swing。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做一个比较科学、客观的评论。 所以我们不盲目地用这种情绪上的字眼。 就是马来人swing, 你不盲目地用这种情绪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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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太过封建了。 当时为什么千千万万的人站出来, 参与Live for more seat? 大部分人不是安华的受惠者 大部分人对安华也很陌生 可能他们认识马亚的多过安华 但是只是觉得 安华的这个不公平的遭遇 是因为一个继权的政府造成的 那么也因为老马下台给大家知道一下 或者一种醒觉就是 不是因为领导者的偏好 或者是他的性格造成国家的腐败 因为这个是制度上的 换了一个老马上来 换谁上去 他掌控了这个权利 他还是用做同样的东西 所以今天我们跟谁合作都好 基本上我们要达到的就是 改变这个体制 只有改变体制 我们才真正可以说 达到了这个我们斗争的目标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